主料,豆渣200克,高筋面粉300克,鸡蛋1个,主量,酵母1.5小勺,粘1克,白糖30克,黄油20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豆渣倒入面包桶中,倒入鸡蛋留一些刷吐司表面,白糖,最后放入酵母,酵母里也圆点放,搅拌10分钟后, 放入黄油20克,继续搅拌到出宝墨,发酵至两倍大,取出后,整形,分成三份,每份卷起,放在450克的吐司膜中,再次发酵至两倍大,只巴成满表面刷蛋液,烤箱175度日热,倒数第一层放入吐司膜,上海后盖西纸,全程大约要50分钟,烹饪技巧,飞雪有化睡衣, 豆渣是枸杞豆浆的豆渣,所以成品出来了颜色漂亮,我直接用了过滤后的豆渣,没有挤干水分,就不用再加豆浆了,如果是盖豆渣50克,再加豆浆150克2,有朋友让我做豆渣马头和无糖蛋糕,这还要等等啊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